隔离的创始人董明珠董小姐似乎在今年也是火了一把 她拉着了王头万达的老总王剑林一起加入了造车行业 基于新能源汽车的出现 各个地产大佬或者商界富豪们也纷纷加入了新能源汽车领域 希望从中分泥杯羹 我们的董小姐拉拢众位商界朋友 集资30亿元人民币入股珠海银龙 正式开启了她的造车计划 在这之前她也是力排众议 虽然董事会中有不少人反对造车 但是最终也没有说服这位女强人 终于董小姐的梅花车在日前正式公布出来了 首款汽车定位在中高端SUV市场中 这款新能源汽车的预定价在13至15万人民币之间 两根涉及非常阳刚霸气 粗壮的直铺石禁忌和山 似乎与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除了美观之外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 因为我们的SUV是纯电动的 整车腰线平直简洁 督钩式门把手显得格外折眼 动力方面 该款车型搭载了45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 电池利用的是胎酸离电池组 最大续航里程将达到200千米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最高时速可达到120千米每时 值得一提的是董小姐曾放眼 未来的电池技术将实现6分钟快充 生命将达到30年 无论是春夏秋冬 这款纯电动的SUV 都能实现200千米的续航里程 但令人很不解的是 为什么这么阳刚的一款车 车标却是一朵梅花 有人说董小姐快梅花 所以把车标汉成了梅花 到底是不是真的 恐怕只有董小姐自己清楚了 好吧 车标就勉强接受吧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很大的兴趣 那就期待这款梅花车的上市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